接下来我们来看到 科创版上市公司 现在有很多 但是大陆科创版退市 你如果说没有到达一定的获利 你就要被要求下市 但大陆现在的公司 所有基本上都是注册制 上市是比较容易 但是你没有到达的一定的获利的指标 你要被退市 上市的企业 科创版现在500家 每年上市100多家 募集的金额是很惊人的 2500亿人民币 目前科创版已经有两家退市 纳斯达克退市的比率是8% 纽交所纽约正常交易所6% 那么所以我们看到 大陆就是说是透过一个良性的机制 让你上市比较容易 但是你要是没有达到的话 那你要退出 我们觉得这科创版 对中国的科技影响是非常的重大 成立四年多 有很多大陆的半导体IC的公司上市 现在开始退市 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健康的趋势